是的 新一季国会下议院开会进入第三天 如佛 巫统边加兰国会议员纳都斯里·阿沙利纳 今早以国会议员的身份促请政府 尽快制定反跳槽法令 让选民决定是否要继续保留便捷的国会议员 还是透过补选重新领选主义的人民大议室 辞去副议长职位的阿沙利纳 今早在国会下议院辩论国家元首施政遇辞时表示 随着政府和西蒙签署谅解备忘录 在秉持民主精神下 政府有必要加快落实反跳槽法令 因为政治新挖随时都会跳槽到其他政党 我可以让你允论的人民主要。 yang berhormat abang saya, Menteri Undang-Undang yang baru, yang berhormat Santubo untuk berikan laluan fast track kepada rang undang-undang saya untuk didebatkan dan diambil alih oleh kerajaan sebagai asas kepada Akta Anti Lompat Parti dan Pemecatan Ahli Parlimen 2021 digabungkan untuk mewujudkan parlimen yang lebih berwibawa dan merangkumi Ahli Na的私人法案 也获得几名反对派议员支持 当中包括民主行动党扒眼国会议员林冠英 以及民心党先本纳国会议员 Nardusli-Shafei-Ada 两人都认同应该由选民决定 是否撤回对跳槽议员的支持 此外, Ahli Na也提议 设立特别委员会 把作为政府法律顾问的总检察长 和检控官的职权分隔开来 他认为,检控单位必须跟林选法官的程序一样 不能有首相推荐,让政治介入干涉 马兴社电视采访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